一直以来许多走上国际的中国模特都饱受争议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他们似乎算不上传统的东方美女 甚至可以说有些丑 但是这样的丑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却很是独特 所以这个世界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 不管是谁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地方 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 有这样一个人 她出生农村拥有坍塌的鼻梁 笨重的嘴唇 迷神凤的眼睛 却成为了中国初代名模 她就是在世界超模大赛中夺得亚军 被一线女星追捧的世界名模吕燕 作用敏烈的同时 吕燕还嫁入法国豪门 从农村姑娘立即成为法国豪门 她的人生堪称一代传奇 这次我们就来聊聊这位丑模吕燕 吕燕出生于1981年 陈在了她童年的地方是江西德安的一个银饰矿 她的父母是矿上普普通通的一员 两人开着一家理发店 夫妻俩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600块左右 如果说这个家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大概就是特别温馨 吕燕的母亲善良本分 总是教导孩子们吃亏是福 在外面不要怕辛苦 多做就是多学 她的父亲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这对吕燕的影响也很深 父母的言传声教 让小吕燕内心充满着阳光 但随着青春期到来 她开始有了烦恼 有些口无遮拦的人总是会对她说 你眼睛怎么那么小 你嘴唇怎么那么厚 这些不太友好的话 对此吕燕走势不以为然 她觉得自己虽然不美 但也算不上丑 因为身高出众 吕燕的小伙伴都不愿意和她走在一起 而她自己也并不享受那种 鹤里鸡群的感觉 时间久了 吕燕开始下意识地含雄驼背 希望自己在同龄人里 不要显得那么突兀 初中毕业之后 吕燕进入到南昌一所学校 学习才快 看得出来 那时候她的目标是求一份稳定的工作 做模特并不是她的目标 但人算不如天算 有一次 吕燕无意中看到了某个形体训练班的广告 当时的她正在为自己多年养成的驼背习惯发愁 为了矫正自己的遗态 她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个训练班 好巧不巧 形体班隔壁恰好是个模特班 吕燕的出现成全了模特班的北京之行 也为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当时的吕燕身高已经达到一米七七 站在形体训练班里特别鲜艳 而隔壁的模特班正准备去北京参加模特比赛 根据规则 一个地区必须派出五名模特 可模特班只有四位参赛者 此时吕燕的出现真是相当及时 当对方向吕燕发出邀请的时候 她当即开心地答应下来 那时候这个女孩的内心独白是得不得奖没关系 有机会去大城市看一看就好 那次比赛不仅是吕燕没放在心上 事实上同行的几个人都没拿她当回事 毕竟大家都知道她是抓过来凑数的 而且条件又不出众 可有的时候人生就是会出现惊人的反转 那次比赛吕燕是几个人中唯一过了初赛的 正是这次机会让吕燕重新认识了自己 第一次发现身高是一种优势 同时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被欣赏的愉悦感 由此这个来自矿区的女孩大胆地留在了北京 做一名专业模特成为了她的目标 模特界是个靓女如云的地方 像吕燕这样的长相能争取到的机会非常有限 但不管被拒绝多少次 她都没有想过回去 坚持飘在北京的日子里 吕燕遇到了第一个称赞她长得漂亮的男人 李冬田 李冬田是位化妆师 她在国内给付盛名 被称为彩妆教父 1999年7月23日 吕燕去现代服装杂志社面试 在那儿她现实见到了摄影师冯海 半个小时后 李冬田匆匆赶来 李冬田一见到吕燕 眼睛就亮了 性格外放的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 对吕燕说 你真的特别漂亮 颜织架是冯海摄影 李冬田造型 吕燕出镜的一组摄影作品 但后来大众都称这个作品为雀斑百合 照片中的吕燕只涂了一层婴儿油 李冬田在她的脸上画下了点点雀斑 伴着一簇盛开的百合 这张照片诞生了 李冬田和冯海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 他们还把它制作成海报 在由人如知的王福金展出 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大众对吕燕的造型并不能认可 据说李冬田在去工商局 问她身高职业等基本信息 然后邀请她去法国做模特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机会 吕燕一口答应了下来 其实细细想来一个20岁左右 不会英语发育的女孩 接到两个陌生外国男人 这样的邀请 怎么就那么痛快地答应了呢 后来吕燕说 那个时候我一无所有 在北京前途黯淡 有人来邀请我 为什么不去呢 就是靠着放手一搏的信念 吕燕果断回到了家乡 办理了护照 当她坐上返回北京的列车时 兴奋的连觉都睡不安稳 每隔一会儿 她都要拿出护照来看看 不久之后 吕燕真的出国了 因为语言不通 出到法国巴黎时 吕燕寂寞极了 最初三天 她被一个男孩带着熟悉环境 学习坐地铁等生活技能 之后她就开始参加 模特的专业训练 一个人拿着快一通跑面试 因为看不懂法文和英文 购物都成了难题 那段时间 她一个月能吃一百多个鸡蛋 只因为鸡蛋是她唯一认识的 也是最方便 烹饪携带的食物 生活上的一切困难 吕燕都能想办法克服 但是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 却难以认受 那时候每次和李东田通电话 她都会一直说个不停 也舍不得挂断 这种情况 直到她在法国生活了半年 才进去改善 虽然开始有些艰难 但吕燕到国外发展 才是正确的一步 因为在外国人眼中 吕燕就是美的 而且是极美的 就连她走在街上 都会有素不相识的人 来赞美她漂亮 就在吕燕 进去熟悉了巴黎之后 她的亲戚人将一个 回中国参加世界摩托大赛的机会 摆到了她的面前 最初吕燕是拒绝的 原因很简单 她知道自己的长相 不是国人的审美 但经纪人说 40多个国家的模特都去参加 你也应该代表中国参加 就这样吕燕回国了 而她正是在这次大赛上 获得了亚军 获得了世界的关注 其实如果说 吕燕走到亚军的位置上 靠的是运气 未免有时偏颇 在参赛期间 发生过这样一件小事 当时很多时尚界的摄影师 希望为学生们拍摄一些唯昧照片 他们希望模特们能够穿着飘夜的夏装 出现在凌晨4点的北京天坛景区 那时候已经是11月份 凌晨4点的寒冷程度 可以想象 很多模特都纷纷拒绝了这个要求 而吕燕听到后却非常爽快的同意了 所以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努力一点 老天也一定看得见 从那之后 吕燕在国际上打响了名号 陆续签约了多个国家的经纪公司 事业也是全面开花 期间她还参与了很多电影的拍摄 入行11年后 吕燕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 因为她认识了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法国男人 在吕燕的倒追之下 这位法国男人成为了她的丈夫 对于一个受人追捧的明星来说 高冷的人会更具有吸引力 吕燕的高富帅丈夫 正是这样的性格 两人初次见面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这位高冷的法国男人 全程都是对吕燕淡淡的 这让在国外追求者众多的吕燕 对她拎眼相看 第二次见面时 吕燕主动出击 提出和法国高冷男交换电话 而这位男士却只给了吕燕一个电子邮箱 这让吕燕对她多了一些真浮育 都说女追男隔层杀 但吕燕却是用了足足半年时间才追到了法国老公 不过交往之后 高冷男也展现了自己身为法国人浪漫的一面 有一次她打电话给吕燕 问她能否在半小时内准备好行李 吕燕表示没有问题 半个小时后 车开到了吕燕家楼下 两个人带着行李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墨西哥之旅 李冬天在评价吕燕时用了好学这个词 而吕燕再被问到这位法国男士有什么吸引她的地方 也给出了好学的评价 她说我对她有一点崇拜 她让我开了眼界 受她的影响我也提升了很多 此外她很善良也很幽默 2012年 吕燕剩下了两个人的儿子 成为了母亲之后 吕燕对事业有了新的思考和规划 她想尝试着去做一名设计师 创立自己的品牌 当吕燕将这个想法告诉身边的伙伴时 没有一个人支持她 大家觉得吕燕在模特事业上做的已经足够出色 而创建一个品牌是一个很琐碎很费心的过程 这个时候吕燕又展现出了大胆坚持的一面 她决定遵从自己的选择 虽然在起步的过程中经历过失败 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 但最终她还是一步一步做起来了 2013年 吕燕有走秀的模特 跨界成为了一位设计师 创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亲力亲为地去办了多场时装秀 很多成功的事业性女性 都难免忽略对家庭对子女的照顾 但吕燕却非常重视平衡事业和家庭 在儿子幼年的成长阶段 她和丈夫总有一个人在家里待娃 此外她也会尽量做到每年挤出两个月的时间陪儿子度假 吕燕在20年间完成了从矿山少女到国际名模 再到品牌创始人的逆袭 回顾吕燕的故事 真的很难把她放在幸运儿的位置上去看待 吕燕一直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有人说她很媚 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有人说她很丑 其丑无比 但其实在成功这条路上 每一丑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因素 有人即便天资卓越 样貌非凡 最终依旧普普通通 有人即便天生没有优势 但凭借着一颗赤子之心 还是走上了人生巅峰